我刚才讲的上面的三点 非常符合一个农业的文明社会 所具备的 长久的难以改变的主要特点 虽然中国在历朝历代 有过自己的很多特点 会发生过一些变化 但是我认为这三个特点 是很牢固的 那么我们刚才反映的 都是农业文明中的一些事实层面上的东西 现在我们要进入到观念层面 那就是说 既然中国是一个重视天地人 重视小农经济与家庭生活 并且拥有中华帝国科成制的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意识形态 或者说建立的思想体系 那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会发现事实也证明了 与它相配套的 与它相吻合的 在中国不同的思想的竞争当中 终于出现了两个最主要的思想 一个就是儒家思想 一个就是道家思想 所以我现在来回答一下 为什么儒家思想那么重要 儒家思想重要 不是说我特别喜欢读论语 就能读出它重要的 这个你光在沉浸在思想的言论里面 未必能知道它的重要性 你要回到我们所讲的这种 这种中国社会的这个文化的框架里面去 你就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重要 儒家思想 我个人的观点 因为它符合我上面三条里面的第二条和第三条 什么意思 就是儒家思想就是指导我们 怎么过家庭生活的思想 我刚刚讲了 中国人就是把家庭生活看得很重要 那么儒家思想就是告诉你 怎么过家庭生活 那怎么过呢 其实儒家思想的确有明确的说法 怎么过呢 儒家思想有明确的说法 而且说的非常简单 你也不要像论语量一句一句的抠 很简单 怎么 怎么来表达呢 那就是 父 子 子 就完了 你看 儒家思想说的非常简单 怎么过家庭生活呢 父亲要像父亲 儿子要像儿子 你看多么简单的道理 就是你在家庭里面 父亲像儿子 儿子像儿子 就完了 那么你说 好了 那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就是中国人有走出家的 大多数人走不出来 千军万马 过东坡桥 有人过过来了 那就是说 有人在参加科举的考试的一路上 他离开了他的乡村 他慢慢的走到了一种行政体系里面去了 那么这样的人 儒家对他们的规定是什么呢 君君臣臣 就 你看 四个字把它重复一下 变成八个字 就概括了 儒家思想 的确是关心第二条和第三条的 就叫 君君臣臣 父父之子 君君臣臣 引申出的是什么呢 那么 主要看父父之子 我刚刚讲 家国同构 父父之子 引申出的是孝 父父之子 引申出的是孝 那么君君臣臣呢 就引申出了孝 就是说 你在家里面知道 如何来对待你的父母或者长辈 那么就意味着 你如果进入中华官僚制的时候 你知道夏季如何来对待你的上季 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用不着长篇大论的说 因为儒家思想是紧扣住 中国农业文明中的 这样两个重要的特点 来建立起他的思想体系 如果你说 那我们能不能换一套说法 因为儒家思想说法很多 我们换换看 因为我刚刚开头时候已经说了 儒家思想就是一个讲关系的一套思想 就是你在中国关系是核心 你研究什么重要的思想 他最后会围绕着这个来做 那么你再比如说 儒家思想我们换个说法 叫五轮 五轮 哪五轮呢 我们经常讲人轮 人轮 人轮 实际上在儒家看来是五轮 哪五轮呢 父子 父子 夫妻 兄弟 君臣 朋友 儒家的主要思想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五种关系来讨论的 啊 而且呢 人的关系那么复杂 儒家就把它说成是五种 而且在这五种当中 竟然让我们看到家庭关系 有三个 非家庭关系 有两个 而且更加奇妙的是 三个家庭关系 当你把它把握了之后 你再看外面的关系 君臣关系 就是父子关系 朋友关系 就是兄弟关系 结果把所有的社会关系 都放到家庭中去 加以理解和规范 这就是我前面讲说有点夸张 但是基本上是也和儒家思想是吻合的 所以儒家思想重要 他不是偶然的 不是说啊 我们突然就觉得好 就去用了 是因为你要稳定一个农业文明的长知久安 你就是要稳住家 家庭 稳住这个官僚体制 那么你稳住的 因为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对吧 家和国在这个环节中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重要的环节呢 正好是儒家思想讨论的 这个规范性的思想 正好在这两个门 那么道家 说二和三 你去讨论 那我讨论什么呢 那他就去讨论一 第一条 天地人 道家就去讨论天地人 就是讨论 人和天地之间是什么关系 尽管这里面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深奥 那我们上课只能把它非常的通俗而简化 简化成什么呢 就是道家 假定了天地之间 阴就变成阴阳 天地变成阴阳 交合以后呢 变成气 那地 地上是我们看到的是水和雾 对吧 天上是下雨 那么就是说我们从直观上 天地的交合 我们看到了气 气呢 就转化成人 所以人在中国的文化理念里面 一直是 这个是道家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直是跟气有关的 我们衡量 一个人是活的死的 就是问他有没有气 对不对 西方人要翻眼皮 对吧 或者是要用一个 人定身天的什么测量仪来测 中国说不用 试一试有没有气 有气活的 没气死了 人干嘛呢 要练气功 练气功 要在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环境中 在天地之间来练 来增长你的气 所以我昨天还在书店买了一本书 就是关于人的小宇宙和自然界的大宇宙之间的关系 这个道家他要把它贯通起来 那么人就是要吸取天地之间的精华 让人变得非常的强健 而长寿的这样一种观点 这种观点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人用道家思想来补身体 对不对 用道家思想来补身体 这个思想肯定有科学的 有非科学的 当时也没有这种界定 反正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怎么补呢 没有营养学 没有生物学 我们靠的就是直观 看这个东西像那么回事 就假定他能够补那个东西 对不对 红豆是红的 那就是补血的 因为血是红的 枣子是红的 那也是补血的 因为它是红的 对吧 牛奶是白的 我长得太黑了 到里面泡泡 我也会变白 酱油是黑的 我脑一喝 我皮也变黑了 对吧 但是芝麻是黑的 我吃一吃 头发就变黑了 黄瓜是嫩的 我脸上贴贴 就变嫩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 中国有一种靠直观 吃什么补什么 吃猪大肠 补人肠 什么鸡肝 猪肝 什么肝 那就补肝 吃肾就补肾 吃这个锅头 就吃锅头汤 就补锅头 对吧 吃这个肥肉 那就长标 吃猪尾巴 那就搞不太清 最后还认为 吃羊鞭流鞭 那就补人鞭 反正就是说 就是基本上 就是我们构成了一个 一个 就是用直观来看 自然界跟我们人的关系 是什么 这是道家 关注的一点 所以你看 为什么是 在中国最后胜出的 是儒家与道家呢 那么这就是 道家讨论天地人 儒家讨论家庭生活 与官僚体制中的生活 所以他们对中国人的生活 都有从长寿健康健身 一直到人际关系上面的 指导性的意义 在这两个思想中 都能够体现出来 这是我们最后给大家 总结了 为什么是 儒家和道家在中国 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这是我们最后 终于把中国人行动的 社会背景 现在我们讲的是背景 讨论到这里 为了让大家有更清晰的认识 我做了一个图 我做了一个图 我们来看一看 农业文明 好 我们先顺过来 讨论天 它的概念很丰富 那么因为讨论天 是农业的客观需要 但是我们在农业社会中生活的人 就从这个客观需要中 形成了我们的观念 所以叫天的观念 天的观念里面 我们刚刚讲了 凡是跟天有关的 都是重要的 于是有了天下观 请注意 天下观不是国家观 也不是民族观 是天下观 天下观也是中国 叫给自己的国家名字 叫中国 我们有一个中国 天下观就把自己 放在天原地方的正中间 中国 那么在这个中国里面 外交关系就变成了一种 朝贡的关系 我是天子 你们都到我这里来怎么样 所以中国的近代化 这个大门被西方列强 强行的敲开 是和我们的天下观是有关的 人家是要来通商 要有贸易 我们就来讨论 你先磕头 我们再谈别的事 那西方人说不磕 先磕 那我就宁可不磕 我们不谈 不谈就不谈 就是就聚集在天朝的 所以天朝制度的崩溃 是和中国人的天下观是有关的 而走向现代化是一个 近代化是一个被迫的一个过程 对吧 那天命观就更不要说了 它影响了整个农业社会里面的人 对命的关注 这个命是什么命呢 不是人自身主宰的命 无论是道家儒家都几乎一致的同意 这个命不是你所主宰的 道家是这样认为的 孔子也是这样认为的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谋事在人 尘事在天 那就是说 你不要认为你很了不起 从我们刚刚讲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上讲 你始终要认为是自然了不起 是自然的很多规则 它限制了人的可能性 所以人要听天由命 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天 又看到了命 对吧 或者我们讲人的命运 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中国传统观念上 你主宰他的可能性小 你顺他走的可能性大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有天命 中国人信天命 信到什么程度 你们可能周围的发生的事情 比我要知道的多得多 对吧 我自己看到的中国人 对天的天命的相信 包含在很多方面 包括其中包括风水观 就是相信我家的房子 朝向 家里面东西的摆放 都会影响到 我这个人的命好不好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中国人就沉浸在天命观里面来 包括我们的老皇帝上面都记录着 你适合在哪 什么时辰做什么 不适合做什么 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包括今天 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中 中国人是对他是非常信的 信到什么程度呢 有人认为军阀作战是要靠军事力量 其实中国的历史上 我们看到军阀作战也要算命 还有一些传闻 蒋介石最后守长江 也找人算过命 就是能不能守 据说早来算命人 还告诉他 舍不住 就中国的这个 无论你是多么大的官 对这个命都有一些相信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民间的传闻 我仅仅是说传闻 你别当真 对吧 我们是讲传闻 比如说 有的传闻我们可能听说过了 比如说蒋介石跟毛泽东打 打过打不过 他要不但自己要算命 而且还要做件什么事呢 要派一个特别小分队 到韶山去找毛家的祖坟 你说你打仗去找家祖坟干什么 我把他在祖坟 搞搞破坏破坏 说不定他前线就输了 这就是相信命 那么中国的民间书上讲 就因为那么在那里找不到 到处乱挖 挖了什么呢 又是什么龙脉打大路 然后又是本来他还能够延续更长时间 最后加速了他的灭亡 就是把中国发生的事情 回归到命理里面去讨论 中国有这种倾向 这种灭产的事情 然后从来的这种灭产 才能够进行 现在再次完成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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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个灭产 你觉得这种灭产